来礼拜二的时间 那国际新闻的时间 来在我们的现场 你可以你可以进到我们的话 画面里头了 是好台大政治系的教教授 我的老朋友长时间把他的青春了多奉献给了飞铁早餐的 我们两个都剪头发了 是吗 还不错 蛮清爽 OK 来今天的这国际新闻 我我等这天等很久了从从上个礼拜 当伊朗把把那个全球音人与海海神无人飞机对打下来之后 我就觉得OK这个大概是大概是川普大概大概是上任三年来最灰头土脸的时时刻 所以虽然他扬言他要报复他当然在昨天晚上深夜他也寄出了新的制裁 那但是本来说呢要发动的军事报复 我差一点差一点但是我我认为那个那个是只是虚张声势了 他只是要告诉他我把他想要打的但是我忍住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将将波腾说 希望伊朗不要把我们的慎重当作是懦弱 警告的味道留着小小白胡子听起来就就是那种 那种那种非常的 非非常的保保守然后非常的带有这种的这种的就说呢这种的军事主义的 这样的口吻 不过 这件事情导致美伊以及整个波斯湾周围的 紧张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他不会就这样子就收藏了毕竟 一架 一架人鱼海海神那个是那个是全球英的海军版 是他被击落了之后美美国难道吞得下这口气 其实 川普的整个这个团队 他的顾问 我必须要讲其实 经过这两年多来的这个磨合 同质性越来越高 然后呢 在整个媒体跟政策还有政党的这种就是 这个协调的操作上 我觉得越来越熟练 那这些人其实过去尤其是军事面 川普喜欢用将军 他不喜欢用外交官 是的 然后或者是喜欢用比较这个保守 这个鹰派的这些政治人 尤其是像是查党出身的 或是过去就很长的记录 对于就是从苏联到中国 到这个伊朗 的这种就是强硬的态度的人 那这些人其实对 过去的经历非常的丰富 那在整个操作 你看光是这一次 即使是他最后收手 没有这个真的下令去攻打 他都可以把这个事情转化 成为一种国际宣传 也就是说其实我是非常的生气 对伊朗要动武 但最后我考虑 可能是动武之后 打掉那几个 飞弹的机 这个基地跟卫星台 会造成150个 就是伊朗的士兵的死亡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都不是 我们现在美国需要去面对 或者是去处理的 那当然 背后的原因可能 是面对到来自于伊朗的全面 反扑以及美国媒体 对于他的这个攻击 一个无人机 换150条性命 虽然对方是这个军人 是守这个卫星跟这个 飞弹基地的 但是呢 他现在面临的是 在各个民调上面 都逊于这些 几个民主党的候选 选人的这样这个美国的这种大选 的情势 他觉得这个东西 很微妙 很微妙 不值得为一个无人飞机 无人飞机前面两个字是什么 无人吗 就无人了 无人你为什么要这么这么的生气呢 无人机前面还两个字 我想了 对就无人 就是无人嘛 重点是 因为我还我还记得那天我看到 你被打下的时候呢 我还我还发的line 给杨永明说 这个在国际法上面要 因为他他毕竟不是有人飞机 你不能把他视同 视同军军事攻击呀 因为我我的 以我有限的知识来讲 无人机 在国际法当中 他并没有被认真的讨论过吧 我们在 这个国际法上 或海洋法上面谈的时候 不是和你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载具上面 是不是有什么 有人没有人 而是你这个载具 通常过去当然就认为他一定是有人吗 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就不去讨论有 有人无人 所以其实有现在你讲无人飞机也没有关系 那你是不是进入到领空 甚至你在领空往外推的12海领空就是领海的上空 是的 那领海通常是12海里 12海里再往外推 12海里 临街区 临街区 通常也会跟这个海关 卫生 安全 移民 这东西有关的 执法区 那就是说 其实他 虽然不是在主权的范围 但是他可以行使 这个管辖权 你只要进入到这个20海里 那你如果没有事先通报 而且你具有收集 情报 或者是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 第一时间 经过几次的警告之后 第一时间是可以把你打下来 那这个东西当然 要看 实际上的情况 我觉得川普其实在这个考虑上一方面当然最主要是这个用军事攻击飞弹跟卫星基地 其实会造成就是人员的死亡 那重点不是人员死亡 而是这整个情势的升高 他们去评估这个情势的增高可能会有几个scenario 我几个变化 几个方案 然后呢到底走下去的时候对美国对川普有没有利 我觉得其实他现在评估是这一点很难讲 还有一点我必须要讲 其实 其实美国一直是把伊朗 嗯 视为就是在整个中东了 对他最大的威胁 当然 所有中东国家大部分的这些这个逊尼派 其实大概都是美国的 这个盟友盟友了 所谓的盟友就是小弟跟班 我觉得讲盟友实在是太太称赞他们了 最多是沙烏地阿拉伯 也许在一些议题上可以跟美国 去做一些这个谈判或者是要求 那但是逊尼派呢 占整个中东地区 那大概是可能六七成以上的 这样我们做以领土来看的话 光中东 光中东 可是你看另外一方面 这个什叶派 什叶派的逊尼派事实上是水火不龙 的从伊朗 到现在伊拉克虽然伊拉克还是美国的掌控 那有一有一幅这个图片 美国人自己写出来没有趣味 他说 伊朗 想要战争 为什么 因为你看看 我们把 在中东地区 美国那个附近的这个军事基地 用插一块美国国旗标起来 阿富汗好多美国基地美军基地吗 伊朗也好多美军基地 然后呢 这个 赫姆斯湾好多美军基地 沙拉 阿拉伯 好多美军基地 加起来二三十个 你伊朗为什么把你的国家放在我们美军基地这么近的地方 你分明自己是想要战争吗 这样子来讲 所以 也就是说 其实 在伊朗的周遭啊 有几十个 美国的基地 海军的空军的 陆军的各个方面 或者是美国 协助这些阿富汗跟这个伊拉克 的这些 军事 到相关的这些 安全部队 的这些基地 那所以伊朗其实是处于一个 就是说是在美国的包夹之下 那即使如此呢 他也影响的伊拉克影响的就是这个叙利亚 伊朗从八年年代开始 对不对我们讲过那部电影 是的 基本上就是美国 亚国出任务 整个中东的 最大的威胁 如果说今天 这个伊朗 和止协议 今年也刚好是 这个伊朗人质事件的40周年 对 1979年 如果伊朗的和止协议 你真的照这样走下去 就算伊朗不发展和止武器 其实也是让他更加的壮大 因为他有七千多万的人口 他是一个石油的重要的出产国 在整个中东地区应该带牌 那么多 然后呢 他是 什叶派的领导者 而什叶派的势力 已经扩张到伊拉克到叙利亚 整个中东的北部 三星连线 所以基本上 然后当然他们也质疑说 是不是 这个 恐怖主义 团体 是 也在这个伊朗的这样子间接的支持下 不过这个应该倒过来 因为事实上 伊斯兰国 是反而受到伊朗的 领导的 民兵组织的 这个攻击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美国认为伊朗的壮大 就是美国在中东利益的 最大的 威胁 所以 管你什么 核子协议 会不会生产浓缩 又是根本不是重点 美国 法国 英国 中国 俄罗斯说 你这么片面的取消掉 这个核子协议 事实上会造成 这个伊朗 逼迫要走回这个 就是说 这个发展核武的路 美国 Go ahead 行变 行变 你真的走这个路 反而是给美国制裁你的 最主要的原因 好不过 但是我要讲一个 最后 川普个人他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 最后还是收手 不是为了150个人的生命 可能是为了后续他的这些 就是选举 以及整个美国 又会介入到中东地区的这个战争 然后产生了这种影响 那这个是美国的国防部 尤其是国防部 跟在中东的这个叫中部司令总部 对他的建议说这个战争 可能会扩大 但我觉得很重要 一点 在那个原作讨论的时候 其实波顿 蓬佩奥 还有很多这些 他的顾问们 都知道 我觉得川普 因为他不是 军工复合体的重要成员 也就是说他过去的财富 跟他现在的这个家族的这个财富 主要是靠房地产 是的 他过去不是整个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简单的说 要靠打仗 武器 可以输出才能发财的才能发财的 小布希 的家族虽然是石油 是的 但是很重要 这些 顾问们 跟过去美国这些强硬派的 其实是跟军工复合体的关系 非常的 密切 但 并不是说这么的阴谋 去指控 他们说 为了要打仗 为了要发战争 才 所以才要去攻击 但是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利益关系也影响到他们的思维跟他们的判断 但是川普呢 他过去不受这个影响太深 那当然现在说不定有这个机会 他从中也许有一些获利的可能性 但是呢 我觉得他的思维是比较跳脱 这些被那些军工复合体的 这一些军火商 或者是这整个决策的人 波顿以前 没有工作的时候 很多地机构事实上是都做研究员是高薪的 是 那我找我的子公司孙公司去捐一笔钱 当然 对不对 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也牵扯到的就是川普自己本身 这个有点帮川普讲话 他过去的整个就是说财务上 思维上不是这么的完全受到军工复合体的这样子的逻辑的影响 所以当他面对到这150个人的问题的时候他可以 比较从他个人的选举以及从美国在中东是不是又再深陷到战争 的这你一招的可能性的时候呢 他就听了这个国防部官员 的这个意见 不要打 好 因为这件事情可以把它跟 跟之前的 呃 两年之前 他报复叙利亚 的那个轰炸事件的相提 报复叙利亚速度非常非常快 那这个就说呢这个巡异巡异导导弹的很很快的那就就发射出去了 在当时的毕竟他有一个借口 就是呢因为毒气事件 嗯因为他指控了叙利亚政府 那用毒气呢是杀害平民 所以呢他的发动攻击的时候即使 即使习近平坐在他的旁边 他告诉习近平你似乎也很难的跟他讲的他不对 何况是他的刚上台 但是这一次呢因为一架无人机如果发动攻击 那后遗症很多除了呢波波斯湾的这个海水会沸腾之外 那伊朗这国家 他可不是一般的这些这些就说那中中中国国家 那你要去对对付伊朗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后遗症很多 再来就说因为第一个你刚提到的川普因为他要竞选了他现在的民调呢其实是在一个相对低点的位置 要面对共和党任何候选人他可能都会有点吃力 更何况这个周末还有G20 这个待会我们会谈到啊不过在美国的美国在这次所曝露出来的我觉得川普的内阁的格约的鹰派才是太多了 那原来的相对比较理性温和的比如说在过去的国务卿Tillerson 或者是说呢已经的被赶走的到这样为止都还没有办法捕食的前国防部长的matis 这些呢都算是比较温和理性的他们声音的现在完全出不来 因为看书里面的有提到过 他们其实曾经跟川普川普曾经质疑过他要退出 伊朗核协议 但是这两个人都反对 这两个人都在告告告诉川普说 我们没有指控他违反伊朗核协议的证据 何况联合国的原整的委员会 第15次 就是告诉大家伊朗到目前为止遵守伊朗核子协议 15次了 所以所以你说今天要要去打伊朗那个正当性是非常非常弱的 这个盟国都不会支持他 对这个 这个协议是每久的90天了就就必须要要去呢这个renew一次的 所以伊朗到目前为止都还遵守着当初跟跟欧巴马所签订的这个 和协议 我们进到广告 因为这个周末的大事情的是G20 对我在我在我在昨天前天的我也稍微提到过我说对我来讲的这个是这两个礼拜是国际政治非常特别的两两个礼拜 你在你在战后啊191991年的在在在整个的冷战之后 你你几乎没有看到过 两个强权国国家G2上上礼拜 其中的G1中国 中国因为呢香港的反送中式事件 中国吃了个大门亏 吃别人忍住了 那被打脸之后呢 OK这件事情喊停 上个礼拜轮到美美国了 无人机被打下去 他也不能反应 他也必须要忍忍气 吞声 两个超级强权 两个礼拜都成为受受气包 而且呢 满肚子的火呢都发不出来 因为他们这个礼拜要要见面 见面会的 两个领导人心情绝对都都不好 见面的时候你认为好了哪里去 我不知道 带我请教杨明 八点四三分四十六秒 好星期二的时间 国际新闻的时间 这很重要 这是一周呢 一周的重点的国际大事的提醒 跟整理 不过这个周末的最大的事情呢 不是G20 是G2 我常讲是G2加 G18 那个那个G18 那个G都可以拿 拿掉G2加 18 一定的 是来看热闹的 好吧那这次的G20的关 关盘重点 我们看到从这个27号到29号 在这个就是大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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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好玩的地方 他们他们住哪里 是住最高大大楼吗 每个地方 每个元首住的不一样的这个旅馆 不可能放在同一栋 那个万豪的那栋 最高的那个还蛮摩登的 对 不过地点上有一点不是那么方便 但是呢 在大阪的这一次的G20 G20其实在过去这个七八年来 十年来 已经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平台 也就是全世界的前20大 的经济体 过去是讲G7 也就是七大工业国家 但是当中国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南韩 墨西哥 沙奥地阿拉伯 南非 这些国家起来之后 其实对于区域经济影响上 有他的这种就是相当重要的这个地位 所以扩大 到集团体 那现在的集团体 因为 就是因为G2会同时出现吗 就是美 中 会同时出现在这样一个会议当中 而且讨论的就是以经济 贸易 财政 货币 为主 这些议题 所以就说今天 G20 虽然没有讨论军事 但背后其实当然关键 还是这个整个经贸 跟货币相关的问题 所以 G20 今天是最重要的平台 那这个集团体在这几年 几乎已经有变得像是G2 那这个G2 并不是说单独的美国跟中国 事实上是代表 这个两个集团的 慢慢已经有形成两个集团 那中国这方面 你像说俄罗斯 你像是这些开发中国家 然后呢 你像是他所没有出席的 这些开发中国家 他所代表的 然后加上一带一路 他所绑在 这个身边的这些国家 所以事实上 代表的 不管是从人口面 经济的 这种结构面 以及几个GDP的 这个意义而言的话 其实这个G2的 代表的中美两个集团 以及中美 这两个国家 那这个你看 从 2018年开始的 这个就是 美中的贸易战 到后来发展 变成科技战 到底会不会 在这一次 现在所有的 大家都在赌 5月10号的时候呢川普用推特 推文说要开始对中国的2000亿 增加25% 嗯 在此之前我们事实上都还认为说他的第9次 第8次第9次的这个就是高层会谈的时候呢 绝对中美双方要签协议的 是的 最后的 这个变化 当然我觉得 我们大家都分析过 美国大概临时塞了很多东西 让中国难以吞下去 那个跟金帽 要他做结构性的开放跟改革 嗯 那因此呢 这个整个北京政府 就说no 现在你看到这整个 这是方 双方的讲法上 我觉得中国没有退浪 美国似乎也把姿态越摆越高 现在双方都是在做bluffing 但这个中国的没有退浪很清楚是 他一定要在 平等的基础上 有尊严的 也就是你要这么的要求我去改革 我的整个 这种 呃党国或者是国家领导的资本主义 他这种主义毕竟是跟国际做连结的嘛 但是呢他对他自己国内的市场是上次保护的 是 管控的 是很严密的 然后呢 进入到他的市场本身有一些很强烈的这个 就是严格的这个规定 这些东西 其实 实际而言 有些东西是要改革的 嗯 也是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势迹 可是呢 在用这样子 贸易谈判的方式对北京的要求 甚至上是对共产党 对习近平 他的地位 哦 他的颜面 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个那个协定如果就照样签 那我觉得习近平就完了 对 很有这个可能性 那川普这边呢 也就发觉到 其实 大家喊架嘛 他喊的是最高的了 喊的最高发觉到对方 真的还 这个吞不下去 他以为说这个第九四的时候把 刘鹤叫到身边还跟他握个手说 哎 我喊的这么高没想到你们都还这个模模像模样好像要吞下去要接受 太好了 对不对 就发觉不是这么为是 当然有点恼羞成怒了 当然他也在摆姿态嘛 所以呢 这个两千亿 现在现在说 不是剩下的这个三千多亿 甚至更进一步所有的这个5G的设备呀都不可以在这个中国生产 他现在又又加了五家五家企业啊对五家企业超级电脑现在这些都大概都跟计算机都跟超级电脑有关的这些 所以呢现在有点姿态双方在美国在摆高姿态中国在强化他的这个立场 现在就看好29号 27号开始的这个集团 那川习会那川习会是在预计是29号的这个晚上一个最后一天的晚上那应该要是说先让这个集团的进行 然后呢也先让不要忘记其实习近平也是大概从2009年到现在10年以来 第一个又在到访的就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到日本 所以川安倍对这个东西也是期待很高 他为什么要安排国事访问 因为这是一个集团级的会议 如果你今天你是国事那大家都国事了 对不对 你剩下的是这个18个国家怎么办 所以呢 对川普人他也不是国事访问 川普才去过 他他知道上个月才在国事访问 对所以这个国事国事的话就是等于是最高等级的但是来了19个国家的元首就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就是差别待遇吗 但是呢 29号的会议 现在大家预期可能会有三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就不可能 也就是双方这个 这个相互的强硬 不欢而善 应该是不可能 所以应该说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就很可能是 双方各趟各退一步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决定彼此尊重彼此的差异 然后呢 开始 要以达成贸易谈判 贸易协议为目标进行下一轮的贸易谈判 这个好消息了 我想股市大家都会涨 这是美国比较对这个乐观派 全世界这个股市分析对乐观派的观点 但我觉得最有可能是 类似的场景 但不是讲的这么的 具体跟 乐观 也就是彼此大概把自己的立场都讲 但是呢 不去批判对方 也彼此都说 其实应该是有谈判的这个空间 但是 重点是 我们就让下一轮的 这个高阶的 这个 这个 贸易谈判 智商 开始 继续的进行 好 我要 我要进广告 但第一个 可能大会 那这 第二种情况就有点混沌 就有点微妙 是 因为我们很久没有听到刘鹤 你就知道 这东西的都都一直都是停摆状态 但是 G20当中 穿袭两个人的表述方式 但是现在一定有些差异性吗 但是你的表述的方式 你要表述双方同的部分还是表述双方意的部分 大概就会决定了 他们见面之后 表述的比例 虽然同还是同意 还是意 大家都知道呢 里面的有意 有有同 那是同中求意 还是意中求同 这中文字的逻辑 就是你到底今天给他感觉是在是在意中求同 还是在同中求意 是在强调那个意 还是强调那个同 两个见面之后的气氛大概就是态度的问题 但是因为我刚提到 这两个人 最近的 心情 都一定很差的 见面的时候的气氛 基本上面 不会太好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药明了 853分42秒 星期二的时间 国际新闻的时间 每一秒都很宝贵 我们刚讲的就说G20 G20因为 因为在日本 其实对于 对于对习近平的到访来讲 对于安倍来讲 一渐一高 就是他既要既要办这场大型的国际盛事 对那今年因为中美贸易战所引动的全球的关注 所以的这次大阪的军队峰会的能见度会非常非常高 那全球都在关注的这两个人见面 能见度不一定在安倍的身上 对的就是安倍的反而会被变 但是安倍还有另外一个角色 他毕竟就是刚刚杨耀明提到的 这个是 这个是从钓鱼岛事件之后 钓鱼台事件之后 那第1次北京的最高的领导人 到到日本的访问对象征的那中日关系的一次的破冰走出了 钓钓鱼台的这个就争议事件 大家的暂时搁置要往前走 他也是明年了 明年日本要办东京奥运之前 安倍的他的安倍时代的一个最盛大的一个典礼 的一个铺层 好那 有这么多的因素 这个这个主人的要做好 其实不太容易 尤其看着两个臭脸的客人进来 我看到这两个客人来 心情一定是很烂 我若是安倍 你想上个月当川普到的时候 你看到安倍极力讨好他 可是川普在日本不开心 那不管是跟谈日本的问题也好 谈其他问题 你看到上个月的川普已经不开心 这个院的习近平的也不开心 两根见面 如果我们要判断就是说这次的G20最后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 其实很难的 我简单讲 不会是坏的结果 真的 至少不会是太坏的结果 很简单 在会议之前川方各在增加筹码 美国是直接加码说我会制裁你这种 威胁性的这种筹码 中国是把北韩拉进来 把旁边一个美女给拉进来 嘿 你不是要跟我继续玩牌吗 对不对 然后呢 北韩的问题我可以帮你 如果你要这个美女来 对不对 特别 其实从 增加筹码的这样子 就是美中的各自都在增加筹码这个态度来看 双方都有一点希望在这个会议当中 有一点能够往前走 但是 就算是最好的结果出现 美中的贸易战跟这个科技战 不会停止的 这是一个已经被打开的潘朵拉的盒子 已经出现了这种将来是这种就是两个 集团的各自不同的科技 跟这个就是技术的规模的竞争 的这种就是说 美中之间的长期的对抗 会持续只不过是现阶段 美国是需要在这个上面做一个直学点 做一个停顺点 中国更需要 他自己本身的经济 碰到很多数据上的 问题 也不能在这上面纠缠 但是呢 我觉得 其实 双方可能大概会有一点 意中求同 接下来让刘鹤 让这个就是 这个 继续去谈 那这个谈于什么样的结果 双方现在自己大概都没有办法 绝对的把握 中国不能接受不尊严 不尊重中国体制 破坏中国体制的 这样子的一种 就是 谈判的内容 美国是 第一个 美国这就将来 美国内部会出现问题是 到底川普的利益 跟他的顾问们的利益的差别 川普其实是要连任 对川普连任 美中贸易逆差降低 他就大概能连任 他不一定要把中国打 打倒打趴 他才能连任 那可能问题会更大 但是他的顾问 一心意是要把中国打趴的 所以呢 这个将来可能会在这个上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 就会有一个差别 但是呢 简单的讲 就算是有个贸易协议 他也是一个战时的 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跟科技战 会长久的持续下去 潘朵拉的盒子 已经打开了 感谢有名 感谢